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正是连颂三殿下 当连颂看见分佩丽莲池旁 除了站着的东华帝君和坐着的玉琪外 还站着一个自己分外熟悉的身影 散发着自己十分熟悉的仙子 起纯问道 依儿 不对 是你 你回来的 光之女神祖之女神 长衣回过头说道 好久不见了 连三殿下 不对 是夫君 连颂这才回过神来 说道 依儿 你终于回来了 长衣说道 连颂 我已经全部想起来了的 我是长衣 也是凡间的长衣郡主红玉 也是成为人界界纪现元神的组织女神 连颂说道 对不起 依儿 我忘记了我与你的前缘 多亏了帝后给我服下了前缘单 不然我们一辈子也想不起来 走 我们回元吉宫 长衣点了点头 拉着连三殿下走到东华帝君和玉西前行礼道 连颂 长衣谢过帝君帝后 玉西笑着免了他们的礼 说道 连三殿下 你可要对长衣好一点 要不然长衣那一身尊实的修为绝对会让你好受的 连三殿下笑了笑 拉着长衣离开了太成功 东华帝君问道 希儿 你没事了吧 要不要再休息一会 玉西说道 东华 我没事 长衣已经治好了我 虽说我调戏了一下 但是转化仙法还是消耗了我大量的精力 我去睡一会 明天我们去洗蜈蚣看看姑姑吧 顺便把圆圆介绍给姑姑姑父 还有小阿黎认识一下 然后我们再回青秋一阵子 东华帝君点了点头 伸手抱起玉西说道 希儿 我抱你回去 你困了就睡吧 玉西点了点头 化为九尾红乎的样子 在东华帝君怀里找了一个舒服的机方睡了过去 东华帝君伸手轻抚着玉西的皮毛往寝殿走去 玉西缓缓从沉睡中苏醒 而东华帝君早已醒来正靠在她上 一手拿着佛经在看 另一只手轻轻顺着玉西的毛发 见怀里的玉西有动静 东华帝君停下顺毛的手问道 醒了 怎么不多睡一会 玉西摇身一变化为人形 她在东华帝君怀里说道 东华 我是狐狸 又不是猪 醒了自然不会再睡的 而且我也说了今天要去看姑姑的 还要去青秋 能不早点起来吗 东华帝君放下手中的佛经说道 好了希儿 你赶快起床梳妆吧 众灵已经准备好早餐了 玉西听闻起身穿上了紫色的衣裙 换百连和东梅为自己梳好发剂 和东华一起用完早上后 东华去了灵霄宝殿上朝会 玉西则带着媛媛去了喜吴宫 喜吴宫内 白浅正在一览芳华里休息 阿丽则是去上课了 玉西带着媛媛来到喜吴宫门口 奶奶见到她行礼道 奴婢见过东华帝后 玉西挥手示意她免礼问道 奶奶 姑姑可在 此时 白浅已经听到了玉西的声音 说道 小九 我在呢 你也真可以 一消失就是两百年 玉西带着媛媛进了一览芳华说道 姑姑 你不要生气吗 要说也倒要怪那个魔族公主几横 竟然敢在大殿上刺杀我 白浅说道 我没有生气 小九 那魔族公主怎么样了 玉西笑道 姑姑放心 母弟肯定好好招待她了 此时 白浅看到了跟在玉西身后的女娃娃 问道 小九 这是谁家的孩子 玉西拉过圆圆说道 姑姑 这是我和东华的第二个孩子 小名叫白圆圆 大名是东华起的 叫凤与陈嫣 陈嫣 这个名字很好 白浅点了点头 随后一个女娃娃跑进大殿 抱住白浅喊道 母妃 母妃 玉西见到这个娃娃 问道 姑姑 这个女娃娃是谁 该不会是我的小侄女吧 白浅说道 不错 这就是我和叶华的第二个孩子 是天族的小公主白秋叔 叶华赐封为四柔公主 白秋叔也不认声 直接跑过去抱住玉西的大腿喊道 九姐姐 玉西伸手摸了摸白秋叔的头发 伸手拉过陈嫣说道 圆圆 快叫人啊 陈嫣行礼道 陈嫣见过姑姥姥 小姑姑 白浅见陈嫣行的礼 笑道 小九 这孩子型的可是最正规的公主的礼仪 可是比四柔学得还好 玉西说道 这是我母弟叫她的 那时我还在沉睡 也真是多亏了我母弟 白浅问道 小九 你接下来有什么事吗 玉西说道 是的姑姑 我毕竟是青秋女军 我准备等东华下了朝会后 就一起去一趟青秋 跟我四处交接一下青秋的政务 白浅还准备说什么 只听奈奈的声音道 奴婢见过东华帝君 天君 太子殿下 玉西说道 看来是阿黎 姑父和东华回来了 圆圆 快叫人 话音未落 三个人进了一览芳华 晨曦行礼道 陈嫣见过父君 姑姥爷 小舅舅 阿黎问道 凤九姐姐 这个女娃娃是谁 叶华也看着这个自称是 陈嫣 女娃娃 玉西解释道 这个孩子是我和东华的第二个孩子 凤与陈嫣 今年已经一百多岁了 见叶华点了点头 东华帝君说道 汐儿 走吧 我们该去十里逃灵了 阿黎却说道 凤九姐姐才来就要走 阿黎还想跟凤九姐姐一起玩 玉西伸手换出一盒糕点说道 阿黎 凤九姐姐有事要做 这是给你的糕点 下次再陪你玩好不好 叶华也说道 好了阿黎 你快去完成你的课业吧 阿黎接过玉西手中的糕点盒 乖乖地回自己的青云店了 而玉西抱起圆圆 跟叶华和白浅次行后 念起于风诀往十里逃灵飞去 十里逃灵 十里逃灵依旧仙气缭绕 桃花飘飘 芳香四溢 粉一仙人一元垂掉 独自饮酒 另一白衣仙人则与己博弈 自得其乐 偶尔相互对个几句 逗个闷子 取个乐子 我说珍珍 你再怎么研究 你在这奇异上也是赢不了我的 你要知道 你的奇异那可是我教的 哲言放下鱼竿饮了口酒 无奈地摇了摇头说道 是你教的又如何 我就不信我还赢不了你了 白真不以为然地说道 好歹你也一大把年纪了 还如此执着 真是 啊 哲言笑了笑 那又如何 谁说神仙不能执着的 谁规定的 白真骗了一眼哲言 接着研究他的棋局了 梅多大慧儿 哲言自言自语地说道 我这桃林许久未来贵客了 今日倒是稀罕了 真真 影响的人来了 白真瞧都没有瞧一眼哲言 直接回了一句 你休要再胡乱扰乱我的思绪 哲言笑笑 只是放下了鱼竿起身说道 走吧 贵客制 你我岂有不赢的道理 话音落遍上前 拽着白真的袖子继续说道 走吧 别想了 下次我告诉你 你可以赢我的法子便是 哎 我还没有看完呢 你这老凤凰 真是不想理你 说这话时 已经被择人拽了好远了 四叔 你不想理谁啊 让人人替你去挠他可好 玉希正好听到了白真的话 正巧又可以打去一番 二位上神 好心智啊 看来我和希儿来的不是时候 东华帝君瞧着白真和哲言的样子 一抹坏笑洋溢在脸上 老凤凰 你给我放开 白真甩开了哲言的手 礼了礼衣衫 拱手道 白真见过东华帝君 东华帝君笑道 上神 自家人不必客气 哲言冲着东华帝君点头示意道 今日帝君和酒丫头 怎么有时间来我这桃林啊 哲言看了看东华帝君手中抱着的圆圆 呵呵笑着说道 这是酒丫头和帝君的第二个孩子吧 莫不是这么快就被我说中了 你们就嫌弃他多余 送过我与我为伴了 这小丫头长得也太像酒丫头了 小九 她叫什么名字 玉璽笑道 她叫凤宇陈嫣 小名白人缘 陈嫣乖巧的上前行礼道 陈嫣见过哲言上神 见过小外公 哲言挥手示意陈嫣免礼 耳边听到白珍略带嘲讽的说道 老凤凰 你这么喜欢白圆圆啊 可我怎么好像记得 你也挺喜欢白滚滚的 但是周岁里当日 滚滚连正眼都没有瞧你一眼 哲言说道 珍珍 你这可不对啊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